接下来来看现在全球瞩目的两场大选 包括美国跟法国的 首先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会之后 民主党就涌现了换败的舆论 要把拜登给换掉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在昨天公布的最新民调 有高达72%的已登记选民 那么他们认为说拜登应该要退选 那么这比起二月份已经是多了9%了 那么甚至在民主党内 就民主党的选民也有46%认为 拜登是应该退选的 这比二月的民调又增加了一成了 美国第一夫人结而在28号就告诉支持者 说拜登辩论之后曾经跟他讲说 我感觉不太好 那么他则是对自己的先生拜登说 我们不会让这90分钟来定义 你当总统的这四年 吉尔并且在造势的场合也向金主们表示 拜登是唯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选 那么现在传出如果拜登要放弃 关键就是家人的态度 而太太跟儿子都力挺希望拜登选下去 那么竞选团队则是拿出拜登 魅力依旧的证据指出在大选辩论之后的24小时之内 那么已经募到有2700万美元 就是大概8.8亿台币 而且即使民主党内目前有三类的反应 包括坚定支持主张弃选跟观望派 但在这之前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备案 也就是零备案 民主党在上一次挣钱换降 已经是1952年 也就是72年前了 那么党内大佬 大家还是力挺拜登 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像是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说 拜登应该代求冲过终点线的 那么这时候共和党就要来加码 落井下石了 有议员主张 原以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的第4款 也就是要用拜登的认知能力退化到 已经危及到国家安全作为理由 来呼吁内阁宣告总统是无法逝世的 要借此来逼拜登提早下台 那么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强声就委婉地说 那这样内阁应该要考虑宪法第25修正案 只不过他没有讲得那么明 要把拜登给赶下台而已 好 无论如何来看拜登 他要如何面对这个所谓的退败风暴呢 这个是风暴挺大的 一起来看 精神抖擞 神采奕奕 而且没有结巴 辩论会后第一场活动 美国总统拜登在北卡罗兰娜州的演说 明显比辩论有活力多了 辩论后拜登积极造势 周五周六连跑三场募款活动 幕僚表示从二十七号以来拜登团队已经募集超过三千三百万美元 约核心台币十亿七千多万 试图与绝佳的募款能力让金主放心 而谁能左右拜登竞选决心 妹妹认为家人是关键 陪同拜登一起出席活动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公开力挺拜登选下去 美国媒体分析拜登会不会选下去 只有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妹妹维拉瑞以及拜登好友兼顾问考夫曼才有影响力 不过辩论会上表现太惨烈 连支持民主党的美国民众都看不下去 拜登和川普辩论后的新民调有百分之七十二的选民 现在认为拜登的心理和认知健康状况 不适合担任总统 比今年二月相同的民调上升百分之九 比起拜登决策能力 民主党的支持者更担心竞选的能力 就怕拜登带着民主党一路选输 媒体分析拜登退选三剧本 民主党估计八月十九号到二十二号 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大约还有一个半月 一是拜登在正式提名前自行宣布退选 二是呼声高的党内人士主动挑战 最后有可能是拜登在全代会后知难而退 而就算拜登通过初选达到提名资格门槛 但党代表也不一定要投给他 目前传出加州州长纽森 密西根州长惠特默 副总统贺锦令都是可以接任拜登的人选 副总统贺锦令发言支持拜登 顺便狂酸川普到现在还没副手人选 尽管也有媒体爆出 拜登表现不佳是幕僚逼得太紧 但民主党重量级人物纷纷表态 唯一支持拜登拼连任 专家认为民主党要说服拜登放弃 应该是非常困难 如果要说服第一夫人吉尔恐怕更难 加上拜登的募款能力几乎很少人与之批敌 尽管舆论持续发酵 但眼看党内还是无人能敌 拜登团队恐怕只能整装再出发 赢回民主党的信心与士气 华时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